午夜奇谈 湖雪岩之纵横金泉 生智文化公司提供 胡锦明总策划 李若美导播 葛大卫配音 孙姬祥录音 冯云中主讲 高轿马车 到了傅康寅号 已经是夜间十二点了 胡锦炎敲了敲门 职业的练习生 郑家俊猛然爬起来 隔着门缝一看 急忙从后院 打开了一扇小门 笑着问 老同家 你怎么晚上到了 明天就要耽搁事了 我去叫几方经理去 让他睡吧 你给我们准备 两间客房就行了 您能住这个小屋里啊 被褥都干净了 但是房经理醒了 非训我不可的 别多说了 这箱子一定要放在这里 别的地方不行 去吧 把房子打开 方克勤要是训你 我就训他了 郑家俊笑着去了 把两间客房整理了一番 回到后屋说 请吧 老同家 这一夜 胡雪岩随便住了一夜 第二天 把在天津与厄商的 谐谈情况 向方克勤交代了一番 你现在就动身 争取下午 把四十万箱的定金收进 这四十万箱的款项 全部打进北京复康 我懂了 您就放心吧 胡雪岩 马不停蹄地 带着刘生 住到了善化会馆 晚饭后 他打开大皮箱 带了五十两印度高级白土 和一对汗炉 小心地拎到了 公亲王一新的大宅 门房护卫一通报 公亲王一新 亲自出来迎接 哎呀 雪岩哪 你也不常来北京走动走动 左相公三番两次上述朝廷 但是只闻其声 未见其面者 还有许多王公大臣呢 谢谢亲王的器重 小小商骨 怎么能常来搅扰大人 两人说着 便进了后院正厅 刚到房间 便有一股细细的新香 伴着鸦片的特殊气味飘出 这是胡雪岩闻惯了的气味 胡雪岩微笑着 从小皮箱里 取出五十两印度白土 亲王大人 这个您试试看 哎呀 哎呀 这种土在北京可真是少见啊 您如果觉得不错 我尝给您带点来 亲王大人 这是一对出土时最完整的陶炉 据我所知 是当代难得的文物 哎呀 嗯 雪岩啊 没想到你对文物 这么细心的收藏啊 我在日本还收买了七座中国古钟 本想送您一座 可是想对王府大宅来说 不太合适 对对对 送到大庙最合适了 一心说话时 两只眼睛始终欣赏了这个汗炉 到目前为止 出土这么完整的汗炉 的确还没见过 说完 一心将这两只宝物 放进了博谷处理 倒退了几步 眯起双眼 左右端详了很久 此时 丫鬟献上了茶 一心盯着胡雪岩笑问道 此次来京 有何功干啊 在天津 跟恶国商人谈了一笔生意 这恶国 也有点得寸进尺 北京条约之后 他们并没有遵守条约 现在有不少人在闪肝探听情报 听说连左宗堂的实力 他们都摸得清清楚楚 听说有恶国商人去过 别信他 都是一些刺探情报的人 是这样 雪岩 来京还有什么事吗 有啊 如果公亲王不嫌弃雪岩 我能不能拜望一次纯亲王 他不是您的弟弟吗 这还用我带去吗 没有您的引荐 我岂敢登门呢 好吧好吧 明儿我带你去 但是我就不奉陪到底了 雪岩明白 这天 胡雪岩回到了善化会馆 刘生还在认真地 看管着胡大先生的大皮箱 大先生 您回来了 明天白天 你可以出去看看北京城 晚饭后 你就别出去了 我怎么能忍心 让您看着这皮箱呢 刚才当差台告诉我 这会馆里经常有高手光顾 丝毫马虎不得 好吧 明天你就陪着我喝酒 好 第二天 胡雪岩真的叫了一桌北京名菜 两人细琢慢嚼的待了一天 晚上 胡雪岩 胡雪岩将一幅求鹰的中堂和五十两白土卷在一起 到了一新的王府 谁料一新变卦了 他只带领胡雪岩到纯亲王一宣的红七大门外边笑着说 这一宣书乃是道光光帝的第七子 1859年才受命在内庭行走 但颇受慈离的信任 曾任都统 遇前大臣 是后来光绪皇帝的父亲 胡雪岩今日登门叩见纯亲王 说穿了 只不过是攀高富贵 巩固自己的地位 尤其经过左宗堂的多次提名 朝廷之内谁不知道胡雪岩 胡雪岩敲了几下红七大门 门卫慎重地问道 哪一位啊 浙江胡雪岩求见纯亲王 等了很久 门才打开 侍卫官立声说道 手里是什么东西 这并非别物 乃是一幅名人字画 侍卫官一把夺过来 颠了颠 摇了摇 刚要交还胡雪岩 胡雪岩为了避嫌 又不想失掉巨骨的身份 于是把手一扬微笑着说 请侍卫官先生亲自拿着 带我去面见纯亲王 请问胡雪岩先生 您的官爵 浙江巡谱 但是我没开府做官 请跟我来 胡雪岩随着侍卫官进了大宅 大宅内戒备森严 他没空左顾右派 只是随着侍卫官 一步一驱地静止到了 义宣的客厅 是胡雪岩先生吧 在下便是 学生胡雪岩 召见大人 免礼 免礼啊 请坐 胡先生 此来有何建教 学生 数次北上 总想前来 召见大人 只因缺少机会 今日有幸 蒙一金官指点 学生才得见大人一面 说着胡雪岩 从侍卫官手中 接过了东西 见侍卫官退下之后 他才说 学生知您喜欢古字画 特来奉上一幅中堂 一轩眼睛一亮 心想绝非一般俗物 于是拉住底轴 胡雪岩拉住天轴 退了几步 一幅球鹰的四尺 整幅山水中堂 展示在奕轩的面前 嗯 好 好 奕轩连连称赞 等他卷起之后 胡雪岩又将包装 极好的印度白土 捧在手中 这点印度白土 不成敬意 哦 嗯 从包装上来看 这可能是 加尔哥达的产品呢 大人说的对 是加尔哥达的产品 哎 请坐请坐 左相公常有奏折来 他对你的攻击可是不遗余力的向朝廷报告啊 为了国家 我做了点应该做的事 嗯 听说你在北京开的富康银号很有信誉啊 有机会的话 你也替我保管一点银两啊 这是学生分内之事 王爷何时有空就派人找银号的方克勤 这事我一定向他交代清楚 胡雪岩正说着 忽听门外有人说话 只见厨师进来问道 大人 今儿晚上您吃宵夜吗 哦 哎 胡雪岩 今儿晚上 哦 不了 我下次再讨扰 现在告辞了 说完 胡雪岩做了一个衣就走了 第二天 胡雪岩让刘生留在会馆吃午饭 自己带了几个纸包就要出去 刘生不解地问 大先生 您这两天太吃力了 午饭不吃又走 您累坏了 我可担待不起啊 哎 把握时间看望几个朋友 时间总是有限的 你安心地吃饭 我去去就来啊 是 说完胡雪岩出了会馆 乘了一辆马车 不一会儿到了文玉的宅邸 侍卫人员通报说 浙江的胡雪岩求见大人 快起 是 胡雪岩虽然到过文府 但仍然显得很陌生 通过曲曲折折的走廊 被侍卫人员带到了一间膳房 此刻 文玉的妻妾早已回避 只有几个丫鬟在膳房里忙前跑后 哎呀 胡雪岩先生 还没吃饭吗 我就是来吃饭的 来人 给胡先生针酒 是 胡雪岩把手上的东西 往花台子上一放 笑道 文玉大人 您不是跟我说过 要带我见李公公吗 哦 李莲英啊 咱们快吃 趁着老佛爷午睡的时候 他没事 可以见你 老实说 胡雪岩只因进宫心切 午饭究竟吃了些什么东西 他一样也说不出来 饭后 两人回到了客厅 胡雪岩取了明代 沈州的两张策页 这两幅是孝敬您的 说着又托起五十两白土 交给了文玉 文玉进了印度白土 就像是恶狗 遇到了肉骨头似的 那馋劲儿 直使他打哈欠 胡雪岩笑着说 您吸两口吧 哎呀 不行不行 去晚了 找李莲英就困难了 我想送给他五十两 不不不 别把他带到宫里 呃 你的官衔是 浙江不证实 嗯 还好 文玉急忙叫丫鬟 把自己的旧朝服 取来给胡雪岩换上 并且叮咛道 进宫以后 跟我要寸步不离 遇事有担待 懂吗 是 胡雪岩穿着这身旧朝服 正与他这个不证使贤同级 然而 一个商人 穿上朝服 就像是普通人 穿上戏装一样 甚至于连路都不会走了 不过 胡雪岩是幸运的 当文玉带着他 进了紫禁城 来到宫内 走过军机处 又走过力部 户部 来到大内总管 李莲英的休息处 文玉喊了一声 总管大人 是文玉大学士啊 请进来吧 李总管 这将胡雪岩给您叩头来了 免了吧 虽然李莲英嘴里说免了 但胡雪岩已经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李莲英问了一些做宗堂的事之后 胡雪岩从手上摘下了一只猫眼宝剑 跟一只蓝宝石 双手呈给了李莲英 这只是表示学生的一点心意 望李总管包涵 此时 门外那位户部尚书 颜敬明 早已看在眼里 心想 好一个胡雪岩 你准备了重礼 拜见公亲王 纯亲王和李莲英 独独没有我的份 想到这里 颜敬明咬着牙 冷笑了几声 左宗堂 气得脸都变了形 那两只眼睛瞪着胡雪岩寄来的情报 眼光中闪烁着不可遏制的怒火 肥胖而高大的身躯 简直像一头受伤的雄狮 两侧鼻翼随着激动的心跳 急速地一开一合 额头上的汗珠 一颗颗的往下躺着 飞红的脸孔 几乎红得发紫了 这种怒火 使他的幕下将领们大惊失色 左宗堂的侍卫官张虎 刚踏进左宫的堂前便惊吻道 大人 您的心情有点不好吧 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我们也替您分担写 是啊 您年纪大了 要爱护自己 你们看看这封信就知道了 左宗堂把胡雪岩的来信 往桌上一甩 然后往红木椅上猛地坐下 似乎想把气一股脑地出在椅子上 而那椅子像抗议一般嘎嘎指甲 张虎和刘勇 扶在桌上看了看胡雪岩的来信 上面写道 据婉生与恶商接触了解道 杀恶有对华战争的准备 又据京城一新大人面遇 恶国已经派出一批特务 以商人面目出现 四处搜寻情报 据悉他们已将左宫的军情 搜集得十分清楚 望左宫看到此处 不必动怒 婉生自当全力辅佐 无功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还意外啊 哼 原来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商人 闹了半天是来探虚实的特务 早知道我就宰了他 哎 贼心不死啊 你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一新跟恶国驻华公使伊格纳提也夫在北京签了一个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给了恶国 之后又一个条约将巴尔卡石湖以东以南跟斋桑伯南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又割给了恶国 还给了他们很多自由 你们看看 他骑脖子上脸 简直欺人太甚了 大人 战切息怒 看事态的发展 大人 要不要给胡雪岩写封信 写什么内容啊 让他加强转运局的准备工作 不必了 胡雪岩跟我军万里同心 情报又是他送来的 难道还要向他交代什么吗 我看大可不必了 左宗棠对胡雪岩的估计 确实料事如神 就在这个时间 胡雪岩到龙井 找到常先生 布置了广收茶叶四十万箱之后 立刻奔赴上海 奇料刚上轿子 赖老三来了 赖老三苦笑地说 大先生 我也三十多岁了 这茶叶行的事 我也很熟悉了 再说 我犯的过错 也改正了 有什么要求 你说吧 要求大先生 原谅我 我不是早就原谅了吗 可我还是个练习生啊 希望您栽培栽培啊 胡雪岩笑了 心想 自从赖老三犯错之后 一直没有启用它 常先生 只不过把他当个小伙计使用 年纪不小了 又有一定的技术 因此 胡雪岩说道 你把常先生找来 是 是 赖老三高兴得两条腿 像是装上了风火轮似的 不到三分钟 便把常先生领来了 大先生 这次收购川茶 把赖老三也带去 根据他的工作情况 向我单独报告 他年纪也不小了 懂吗 是 大先生 起轿 教夫把教帘移放 教内温度不冷不热 教子抬得稳稳荡荡 不久功夫到了拱尘桥码头 胡雪岩下了教子说 张宝 去租一艘小火轮 你们四个人跟我一起到上海 是 张宝下了步头 雇了一艘拖挂 随着客轮往上海驶去 而那顶停在拖挂甲板上的绿泥大轿 就像是羊群里的骆驼 非常显眼 引得客轮上的乘客们 不时地探出头来 好奇地观赏着这顶要人的大轿 船到上海 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 胡雪岩登上轿子 先到了富康银号 此时银号的同人们 正在忙碌着各自的金融业务 七汉文笑着把大先生引进后厅 七汉文问道 大先生 怎么样 要不要心心两口 好啊 太疲劳了 来两口 说吧 胡雪岩便走进了小套间 七汉文把丫鬟平儿叫来 平儿 去给胡大先生点上灯去 平儿颇能心领神会 急忙进入小套间 点上烟灯 地上金箍烟枪 选了上等烟土 伺候着胡雪岩 舒舒服服 吸了几口 夜里 四个教夫被七汉文安排在后院客房里住下 胡雪岩一个人却雇了辆马车到三马路速花地去了 第二天早晨 胡雪岩乘车回到富康 把七汉文跟孙一剑叫到客厅 认真地问道 上海转运局近几个月的协想怎么样 比想象的好 上个月潘红友跟田志华一边办着军装局 一边外出跑协想 至今已经有两万多两进入了转运局的帐内 军装局的开支呢 现在仅坐单军装 裁剪了一部分的工人 开支不大 自从左相公裁员以后 军装的需求量并不很大 只是军饷有所增加 据潘红友说 陕甘地区的黎金可以大部分供军队使用 然而最可惜的则是边境进出口贸易 按中俄条约规定一律免征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损失 这是朝廷的事 我们极有啥用 这次我来上海 想动用一笔转运局的钱 义剑 你先到德国泰莱洋行走一趟 找亨特跟吕斯两位大班 告诉他们 我们马上就到 是 汉文 你年纪大了 就在这里坐镇吧 大先生 跟他们谈什么生意 武器 孙义剑穿了一件古铜色春绸长袍 换过一顶新的瓜皮帽 里里长辫子 雇了一辆马车走了 胡雪言问 汉文 现在外部分号的情况如何 北京跟上海的富康 在金融界来说 已经起了龙头的作用 小钱庄的头寸掉不过来 也来求我们帮忙 当然我按照您的意思 都给他们解决了战时的困难 目前最好的是福州 船政局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了 有将近二十艘的轮船下水 不论民用还是草运 回归成本都已经回到了梁台的账上 尤其是法国的一些技术人员回去了 开支又节省了一批 不过 大先生 眼下这档铺的问题比较多 他们认为天高皇帝远 没人管他们了 于是有的把死当给撕卖了 暗地的分红 有的呢 以货典当 过期的羁押 还有些珍贵的死当啊 被嘲讽个人原价给收买了 老七 通知张德发赵树明 跟杭州的沈良德三个人 进行全面清查 请你跟张德发两位 提出新的经理人选 这事越快越好 大先生 您放心 我立刻派人把张德发找来 哦 好 这事就交给你了 是 说完 胡雪岩便到了后院 张宝等四个教夫 早已在此等候着 张宝问 大先生 您今天到哪 到泰来洋行 认识吗 这么大的上海 我怎么认识一个洋行呢 大先生 您等一下 张宝 张宝说着便钻到银号里 向七先生问了清楚 出来笑着说 你献上了宝 你献上了验茶 亨特把手一摊 胡先生 请坐 胡雪岩心中十分清楚 自从普法战争以后 德国的工业相当发达 尤其是武器 那威力 均在其他国家之上 因此 胡雪岩说道 听说 贵洋行 新到了一批武器 我是应两位 大班之鱼而来的 欢迎 欢迎 胡先生 在我们心中 是一位最守信用的 商界领袖 不敢当 一辖交友 纯心做人 这是中国人的 做人准则 何谈领袖二字 实不敢当 不过 外国商界 都愿意和您打交道 这可是事实啊 以成相待 各获其力 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这次来 是想看看你们的武器 我们可以很高兴地 告诉胡先生 最近刚到的武器 是任何国家 物以乱臂的 例如最新研制的 普鲁士后唐螺丝 开花大炮 射程远 杀伤力很强 还有一种 后堂七强枪 非常的精巧 射程很远 可以连发七强 是弓箭的力气 这些武器 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的 我能见识见识吗 当然 请您随我来 胡雪岩 孙艺剑 随着亨特等人 来到一间大厅 这间大厅 像是武器展览馆一般 展厨内 陈列着各式短枪 枪架上 摆放着一排排 新旧长枪 展厅的正中 是一门普鲁士 后唐螺丝开花大炮 胡雪岩看得十分仔细 回到客厅时 他问 请问大阪先生 您介绍的这两种 最新武器 能不能释放 而且由我自己操作释放 亨特和吕斯两人 交换了一下眼色 又悄悄地交换了意见 最后说道 如果胡先生诚意购买 当然由您亲自 详查武器的利盾 请原谅 大阪先生 如果没有诚意 我也不会登门谈生意了 是的 不过 胡先生 这两种新式的武器 需要由一个 十分安全的巴场 最好在龙华以外的 这个您就别管了 我们会做好清场工作 这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在中国的郊外 我们去筹备 拔场 实在说不过去 是的 这两天我们准备场地 你们把枪炮子弹准备好 随时听我们通知好吗 很好 胡雪岩和孙一剑走出太来洋行后 胡雪岩说 一剑 你带上几个人到龙华郊外选择靶场 凡有农舍的人家 每个年轻人发白银一两 老弱妇女每人半两 让他们躲到十里路之外 当然 荒芜人烟的地方更好 孙一剑 毕竟年轻 当天他便乘着马车出了城 在龙华郊外 选了一块荒芜地带 只花了五十两银子 便驱走了十来户人家 老实说 那农户建了银子 谁不高兴 接了银子 都结伴去逛上海去了 这天 孙一剑 雇了两辆大板马车 将泰来洋行的普鲁士大炮 和枪支弹药 一股脑地装上了车子 胡雪岩和两位洋行大班 也乘了载客马车 离开了城市 向龙华郊外 随着大板车驶去 到了那块地方 孙一剑让车夫停车 到了 车停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平地上 车夫们协助把大炮抬下 然后又把枪支和弹药 也卸了下来 孙一剑又跑到前边一座小山丘上 向四周仔细地张望了一番 回来对胡雪岩说 大先生 您可以朝对面这座山丘来试枪 胡雪岩对枪支并不陌生 自太平军攻打杭州时 他便摸索过洋枪 这时他拿起一支后堂七响枪 装上七颗子弹 对准山丘下坡的几棵杂树 一连开了七枪 有几棵小杂树 硬生弯了腰 打得土丘召开了好几个大窟窿 亨特惊叹道 想不到 一位金融家居然有这么准的枪法 实在少见 可是我对你们这后堂螺丝开花大炮 可就不熟悉了 胡先生 我这里有一张说明术 您一看就会明白的 操作非常简单 胡雪岩接过说明书 在翻译员的帮助下 对着图纸看清了瞄准器和炮栓之后 他喊 异剑给我指定个轰炸目标 核对岸三棵小树后边那个小土包 胡雪岩对着说明书 让孙异剑把十六磅重的炮弹装入塘内 又测好射程 叫好弹道弧度 对准瞄准镜 把炮栓一拉 轰的一声将炮弹打出去了 胡雪岩望着烟尘飞溅的小土包 足足掀起两平方丈的开花杀伤力 这时胡雪岩才深深虚了口气 掏出雪白的手帕 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 唯唯一笑说道 还可以 其实亨特和吕斯早就观察着胡雪岩的表情 哪怕在他的脸上只看到一丝满意的反应 这一笔生意就有成交的可能 吕斯对胡雪岩说 这种炮 它的性能跟杀伤力 恶果是无法比的 这后塘螺丝线到现在 任何国家也没有胭脂出来的 胡雪岩承认得点点头 谁料一声炮响惊动了李鸿章的上海驻军 只见一个马队向此处飞驰而来 扬起半天高的尘土 一个小头目跃下马来问道 谁打炮啊 胡雪岩对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的矛盾情绪 早就一清二楚 当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 李鸿章休想染指于上海 而今上海已经归属李鸿章的天下 对左宗棠的闪甘远征 不仅没有给任何支持 相反的还设置了一些障碍 这一声炮响恐怕又会引起争端 小头目再问 说啊 谁放呢 先生 这叫试炮不叫放炮 是我放的 你 你是什么人啊 连我你都不认识 您 浙江岸茶室不证使胡雪岩 请大人恕罪 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您要试炮 难道我放炮还要向你报道 不不不 大人 小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上面没通知嘛 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去吧 是 胡雪岩这一摆关架子又打了一番关枪 倒真的把李鸿章的马队给胡走了 老实说 即使胡雪岩不发一言 他们见了洋人打炮 也只会交谈两句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胡雪岩笑着说 亨特先生 吕斯先生 今天全部运回贵阳行 明年上午我们商谈价格数量跟进口关税 好的 我们一定恭候 说完 当时将枪炮装上了板车 众人上了四辆载客马车 浩浩荡荡地回到城内 胡雪岩回到傅康 肚子饿得咕噜直叫 胡雪岩说 汉文 今儿个累了 派个人叫几个菜来 咱们喝两杯 我去吧 孙艺健说着便上了大街 找到一家熟悉的菜馆 叫了几盘大先生爱吃的菜 回来时还拎了一瓶家饭酒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饭馆的伙计挑着提核 把菜送到了客厅里 白亚军一听胡大先生来了 急忙叫着丫鬟平儿来到客厅 拿起了家饭酒 一边斟酒一边叨咕噓着 胡大先生来了 真是的 你瞧瞧我们老七 他就是个死心眼 胡大先生来到上海 他居然也不跟我说一声 要不是平儿给我通个消息 恐怕大先生走了 我都不知道呢 你瞧你瞧 大先生 昨天端午 他到城隍庙去了 小白 如果大先生昨天回杭州 你倒是真的不知道了 幸亏老七一语道破 不然 这真叫猪八戒动武 倒打一耙 罚酒一杯 大先生 你净听他胡说 不行 中国的老规矩 半杯茶满杯酒 真满真满 平儿 帮着你主子把酒真满 平儿接过酒瓶 给白亚军 蒸了个满杯 白亚军笑弯了腰 你瞧瞧我 我这是自讨苦吃嘛 喝就喝 来 再蒸满 大先生来了 你不敬一杯酒 这也太不像话了 好吧 起了兴头 一伸手 又叫平儿 蒸了满杯 他红着脸 把杯子 举到胡雪岩的面前 笑着说 大先生 这一杯 是敬您的 胡雪岩拿起杯 望着那副 看惯了的面孔 一仰脖子喝下去了 白亚军 也学着 胡雪岩的潇洒样子 一仰脖子 刚要喝下去 忽然他呛住了 差点喷到菜上 白亚军红着脸 捂着嘴 笑着跑了 孙义剑拿起杯子说 七香丽 太太跑了 要罚您三杯啊 哪有这个道理啊 我已经吃过饭了 好 这一杯我喝 我喝 这叫做舍命陪君子 不喝了不喝了 我说我吃过饭了 大先生 今天的武器怎么样 不错 这两种东西 如果到了左宫手里 可神气了 真的 打出去的子弹 能炸开 炮弹杀伤力很强 操作方便 射程远 准确率高 一炸一大片 我相信别的国家造不出来 大先生 我担心 他们的要价很高啊 这是自然的 不然他们洋行吃什么 不过各国的武器样品 都到了上海 谁买啊 太平军没了 碾军用的 都是旧武器 土匪能买几只枪 叛军的武器 都是支持者给的 真正能大宗买武器的 只有湘军跟淮军 不然 这两位大班 会到杭州来找我 我分析 不会太贵 明天我还去吗 瞧你说的 你是上海转运局的财神爷啊 上个月救灾 我是从银号里开支的 还有哪些人捐款了 都是您的几位朋友 宝顺洋行的徐润 现在是招商局的会办 另外 齐昌洋行的陈竹平 也是私行的八牛之一 还有李鸿章的红人 盛勋怀 各拿五千两 旧灾嘛 花点钱是应该的 旧灾的事啊 要走在前头 这天晚上 胡雪岩 又到了三马路 小金莲家 这小金莲是个刚下水的厨儿 长相不错 如果单用美丽这两个字 似乎概括不了它的全貌 大有西施之秀容 待遇之病态 娇小而丰满的身材 一双小脚走起路来 恰似风百合叶 婀娜多姿 小金莲成了胡雪岩的长包户 小金莲见财神爷又来了 禁不住喜上眉梢 屈翼奉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胡雪岩之纵横金拳 第十八集 胡锦明总策划 李若梅导播 葛大卫配音 孙姬祥录音 冯云中主讲 参加演播的有 葛紫瑶 尹传星 刘冠佑 李维 李正纯 唐健 王大鹏 张远武 邓凯 夏志士 曹继鲁 陈震 苏文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